你相信你的爸爸可以给你剪成罗纳尔多的发型吗? 不要相信理发师说得简一点 所谓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七种让人后悔的发型 罗纳尔多的发型 罗纳尔多是一个十分有名的球星 喜欢罗纳尔多的球迷都喜欢模仿罗纳尔多的发型 疫情期间,一个小男孩想要理一个罗纳尔多那样的发型 但是当地的理发店全都关门了 这时候男孩的父亲表示他可以帮男孩剪成罗纳尔多的发型 在开始剪头发之前,男孩还给父亲看了一下罗纳尔多的发型 结果剪完之后小男孩却忘了 原来他的爸爸给他剪的是名叫罗纳尔多的巴西足球运动员的发型 而不是他想要的那名葡萄牙足球运动员罗纳尔多的发型 小男孩照完镜子之后哭了 但是他的父亲却笑得很大声 开明的母亲,彭克是一种音乐形式 热爱彭克音乐的人有他们的服装特点和发型特点 莫霍克是一个十分喜爱彭克音乐的男孩 莫霍克的母亲和莫霍克说 你可以在放假的时候把头发弄成喜欢的样子 但是上学期间必须剪成正常的发型 所以莫霍克就在假期剪了他喜欢的彭克发型 越剪越短的头发 美国男孩内森来到理发店理发 今天是一个新来的理发师为他服务 已经理了半个小时了 这个理发师却不让内森看自己的头发变成了什么样子 理发结束后内森将自己的头发发到了网上 来表示自己对发型的不满 网友们一致认为 这个发型是按照电视剧阿达与阿瓜的主人公罗伊来剪的 有几个发型师在内森的帖子下留言说 愿意帮助内森修一下头发 经过其他发型师的修剪之后 内森更像罗伊了 网上经常有很多网红出一些自己剪刘海的视频 但是有不少人按照网上的方法把自己的刘海越剪越残 怎么保证自己剪头发在一条水平线上呢 一男子在头上套了一个碗剪刘海 虽然剪的时候看起来是奇的 但是把碗拿起来就变成歪的 所以在头上扣碗剪头发 并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不要让女朋友理发 疫情期间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能去理发店理发 一些男士就在家里变成了女朋友的模特 但是女朋友的手一抖头就秃里片 被女朋友理完头发之后还需要戴帽子遮一下 有些男士虽然摆脱了秃头的风险 但是他们的头发也被理得乱七八糟 所以最好不要让你的女朋友帮你理发 不然你都不敢出门了 不要自己染发 你自己染过头发吗 自己染头发会有很多问题 比如染发剂比例不均或者护理不当 一女子自己在家漂白头发 打算染成紫红色 但是漂完之后就掉下来一缕头发 一个女孩使用了廉价的染发剂 后来她的左边就秃了 我们推测是因为染发剂 导致这个女孩的头发脱落 健忘的理发师 一名理发师给客人进行漂白之后 就忘记了这名客人 等到他想起来的时候 客人因为漂白的时间太长 掉了不少头发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